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。 在他的帮助下,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蔬菜瓜果店。 这天晚上,他刚从西藏跑了一趟长途车回来,张琴酱了大骨,炖了牛肉,还做了一个大盘鸡,特意做了面条,想要给他补补,更高兴他又能平安归来。 跑长途真是很累,而家里人也一直都悬着心,只有他平安到家,才会长松一口气。 儿子已经十三岁了,女儿十岁,两个孩子叽叽喳喳问他拉萨的事情,他给他们讲着当地的风情,还有手机里拍的照片,让两个孩子很是向往。 张琴说,赶紧吃饭吧,让你爸好好休息,以后再给你们讲。 女儿吐了吐舌头,一家人开心地吃晚餐,赵强吃了一口牛肉,真是太香了,一路上都没吃过几次正经饭,经常就是泡面或者饼子,真是太受罪了。 回到家,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,他觉得思想都冻住了一样,一点都不想再动,只想和家里人漫无边际地聊天,吃些老婆做得好吃的。 饭后洗过澡,他躺在沙发上,张琴又给他了一个碗,里面是他切好的各种水果。 他明白地笑了笑,每次只要他休息,他就会想方设法给他补身体,让他多吃水果。 正在这时,电话响了,他看了一眼,是他前妻,他皱眉接了起来说, 李英,女儿的抚养费我不是已经给你了,又找我干什么? 李英说,哼,你每月就给三千,够干什么的,女儿要报辅导班,这点钱哪里够? 对了,这次我找你,除了你每月再加点钱外,还要再准备一笔钱,女儿快十八岁了,当她的成人礼。 赵强不高兴地说,给三千已经绰绰有余了,更多你就别想了,至于你说的成人礼是什么? 李英说,赵强,你就不能替女儿多想想吗? 不过你这人本来就没什么脑子,又无趣,肯定也想不到。 赵强说,有话就直说,不然我挂了。 李英说,好吧,说就说,你赶紧准备八十万,打给我,我打算给女儿买套房子,当作你送给她的成人礼。 赵强说,李英,我就是个普通人,我还要养家糊口,哪来那么多钱? 李英说,赵强,我就知道你对女儿不是真心的,你现在心里眼里,只有你现在的家,哪里还顾得上我和女儿,可你也别太过了。 赵强说,李英,我本来和你就没有一点关系,至于女儿,我自认这十多年来,尽到了自己的抚养义务,至于你说的成人礼,我确实做不到,不过到他真要买房时,我会尽我一份力的。 李英恨恨地说,赵强,你会后悔的。 听着已经挂了的电话,赵强皱了皱眉,烦躁地说,这女人一直都这么不可理喻。 他开的免提,张琴当然也都听到了,自从他们结婚后,每次关于前妻的电话,他都开的免提,免得张琴胡思乱想,反而影响他们的感情。 张琴就没说,老赵,我觉得李英越来越过分了,他一会儿要旅游费,一会儿要培训费,现在竟然张口就是八十万,他就不想一下,你跑长途有多不容易吗? 赵强说,哎,如果他能想到这些,我也不会和他离婚了。 休息了几天,赵强又出车了,他一年到头,在家真没多少日子,好在现在是和老黄两个人一起出车,可以换着休息,比刚开始已经好很多了。 这天他正在开车,一看又来了电话,还是个坐机,奇怪地接通了,之后他气得在一个停车点停下,下车气得不停喘气。 刚才是法院来的电话,李英那个混蛋女人,竟然把他告了,让他给女儿八十万教育等补贴,他都有点想不通,这么奇葩的理由,法院到底是怎么通过立案的。 不过,既然李英要这么无理取闹,那就别怪他无情,赵强休息时,躺在后面的铺上,查找各种各类的案例,想着自己多了解一点,也能多点准备。 翻看过程中,赵强也算是大开了眼界,原来真是什么样的人,什么样的事都有啊。 经过多番思考,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,虽然觉得有点对不起女儿,可是李英的做法,真的打破了他能接受的底线。 算了一下时间,还很宽裕,赵强也不着急了,还是和老黄两人稳稳当当走着。 这次回去后,他暂时不能再跑了,不然开庭时间可赶不上,他叹了口气,觉得李英这女人真是太可笑,完全不可理喻。 开庭时,张琴不放心,一定要陪着他去,赵强也知道,张琴怕他输了,家里哪里有这个钱呢? 想想,两个孩子,他真的很理解他。 开庭后,赵强看了一眼,发现女儿不在,心里安定了很多。 他冷眼看着李英,这个女人今天真是豁出去了,竟然穿得灰秃秃的,还替泪横流的哭诉,真让人受不了。 想起他们结婚后,他把钱都交给他,他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,让赵强有些不适应。 那时候,他从部队回来没多少时间,真的看不上他的打扮,跟他说了几次,结果两人天天吵架。 李英爱玩,只要他出车,李英就到处去打牌,喝酒。 后来,他怀孕了,生了女儿,赵强让妈妈来照顾他,可是李英各种做,妈妈气得直接回家了,他没办法,只能请个保姆,他还是不消停,和保姆吵架。 赵强只能不出车,待在家,和保姆一起照顾他。 两个月后,赵强辞退了保姆,让李英自己照顾孩子,他又开车上路了,不然家里都没钱了。 李英特别不高兴,他骂赵强太自私,不给家里请保姆照顾他和孩子,总说他的闺蜜都好命,被家里老公各种宠着。 后来,妈妈生病,急需用钱,结果赵强跟李英要钱,他竟然拿不出五千块,赵强直接傻眼了。 他当时愤怒地说,李英,我一个月最少也能给你三千五百,你竟然说没有五千块,你开什么玩笑,你给我算清楚,钱到底去哪儿了。 他很生气,声音很大,女儿刚会走路,吓得放声大哭。 赵强已经顾不得了,他只能抱起女儿,还是说,李英,你知道我的脾气,你最好给我算清楚,不然我可真不知道自己能干出什么来。 赵强是下李英的,李英哭着说他买了名牌的衣服,包包,然后去和他们打牌的时候,也输了很多。 赵强很失望,他当时觉得自己岁数大了,惊人介绍认识了李英,看他很勤快,是个过日子的人,两人很快结婚了。 然而,婚后,李英就变了,不干家务,经常在半夜还在外面玩,如今竟然花光了他的辛苦钱,他实在是太失望了。 赵强没办法,和好友借了八千块,给妈妈看了病,然后给他留了剩下的钱,又去跑车了。 那次他几个月没有回家,也没给李英钱,回家后,李英直接提出了离婚,他爽快地答应了,女儿还小,由李英抚养。 刚开始赵强每月给八百的抚养费,随着自己挣得多,他给女儿的抚养费也慢慢增多。 赵强每次跑车回来,都会去看看女儿,给他买东西,买衣服,带他去玩。 后来他认识了张琴,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,结婚了。 张琴真是个会过日子的女人,赵强特别满意,每次跑车回家,张琴对他各种照顾,天天给他做好吃的,特别心疼他,让他觉得这才是两口子,真正过日子。 后来他们凑钱买了房子,挣了些钱后,给张琴开了个铺子,他特别高兴,就算怀孕的时候,也坚持开店,除了做月子的时间,他的店铺一直开着。 赵强听着李英的哭诉,竟然想了这么多,他觉得自己也挺奇怪的。 这时候,他听到法官问他,对此有什么说法。 赵强很冷静,他给法官提供了这么多年,他给的抚养费的证据。 说明了近几年,李英越来越贪得无厌,经常跟他要钱的情况。 最后法官计算后,女儿今年十六岁,他总共支付了六十五万的抚养费。 这时候,赵强突然提出了要求,要和女儿做亲子鉴定。 李英愤怒地说,赵强,你真无耻,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女儿,对得起我。 不过,赵强才不理会他。 因为李英诉求要赵强给他八十万,所以赵强的亲子鉴定这个要求也得到了支持。 从法庭出来,他和张琴走在一起,李英愤怒地走过来说,赵强,你这么做就不怕有报应吗? 你就不怕女儿一辈子都不原谅你吗? 你可别忘了,人在做,天在看。 赵强冷冷看着他说,李英,同样的话我也送给你。 回到家后,张琴问,老赵,你怎么想到要做亲子鉴定的? 赵强笑着说,哎,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,这些年,他是越来越过分了。 张琴不赞同地说,你呀,这么大岁数了,还这么孩子气,也不怕你女儿伤心。 赵强沉默了一下,苦笑着说,哎,算了吧,已经没有回头路了,希望他能理解吧, 毕竟这么多年,我每次去看他,都给他讲做人的道理,我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。 张琴摇了摇头,也不再说话了。 再次开庭还要一段时间,赵强又上路了,他其实从来不怀疑女儿的身份。 在他看来,李英虽然很虚荣,可至少还是有底线的。 可是,当看到亲子鉴定结果的时候,赵强觉得自己真的要疯了。 十六年养大的女儿,就算离婚了,只要出车回来,他都会给女儿带礼物, 有时候不给家里这两个带,也会给大女儿带。 结果,亲子鉴定竟然告诉他,这个女儿不是他的,这一切让他怎么能接受? 赵强气地想冲上去打李英,至少要狠狠扇几个巴掌,这个女人真是太可恶了, 他怎么能这么骗他?他怎么敢?赵强瞪大眼睛,额头上都抱起了青筋,两个拳头紧紧攥在一起。 他想幸亏是在法庭上,不然他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。 李英看到结果,也傻住了,他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,看着赵强疯狂的样子,他很害怕,他知道这下惨了,早知道他就不要这八十万了。 李英根本不敢看赵强,也不知道该说什么,很快就避停了,他灰溜溜地快步跑走了。 赵强回到家的时候,已经消气了,张琴还担心地看着他,赵强看他小心翼翼的样子,忍不住笑了,他说,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你这个样子做什么。 张琴拍了拍胸口,夸张地说,老赵,你可真是吓死我了,你以后可别这样了。 赵强忍不住哈哈大笑,然后又苦涩地说, 我没事了,就是想到玲玲,有点替他难过,不知道他知道以后,能不能接受啊。 张琴点了点头说,哎,本来大日离婚,受伤最多,最可怜的就是孩子,如今又是这种结果,我怕孩子真受不了啊。 赵强说,哎,我也无能为力,不过我不会放过李英的,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 张琴赶紧拉住他的手说,老赵,你可不能胡来啊,你别忘了,除了玲玲,你还有两个孩子,还有我们这个家呢。 赵强瞪了他一眼说,你呀,胡思乱想什么呢,我只是要起诉李英,让他返还我六十五万伏养费,另外还要十万的精神损失费。 张琴说,哦,那可以,我还以为你要做犯法的事,如果你出事了,你让我和两个孩子可怎么办? 赵强说,放心吧,李英还不值得我为他做傻事,就像你说的,我有家,有孩子,我怎么也不会胡来的。 他心里很烦,本来想出车,也好散散心,可是张琴不同意,他怕他万一开车时走神,那可不是开玩笑的。 赵强傲不过张琴,只能每天陪他开店,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进菜,去过农户那找合作商,反正他比张琴能跑,帮他谈了好几个送货上门的农户。 张琴很开心说,老赵啊,你也四十八岁了,别跑运输了,和我一起开店吧。 就算挣得比原来少点,可是我不用担心的晚上都睡不好觉了。 赵强笑着说,小琴啊,再过几年吧,孩子们也大了,以后要上大学,买房子,到处都得要钱,现在可不是我们能躺平的时候啊。 张琴有点不开心,可他也明白,赵强说得对,他们还得努力啊。 赵强去法院起诉李英,让他返还自己离婚后支付的六十五万伏养费,还有十万精神损失费。 李英想要调解,赵强也按约定去了,他哭着说,赵强,我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,求求你原谅我吧,你那么喜欢玲玲,你总不能让玲玲无家可归吧。 赵强冷笑了一声说,李英,你该感谢这是个法治社会,还有就是我已经有了新的家庭,不然,你还能不能好好活着,我自己都不能保证。 他阴冷地看了一眼,李英突然觉得身上凉嗖嗖的,心里都起了一股寒意,他忍不住地颤抖了一下。 赵强说,呵呵,李英,为了我们以后彼此能过得好,你最好把钱赶紧准备好,你也知道,其实我脾气一直不怎么好。 法助让赵强注意自己的态度,不能故意吓人,他笑了笑,转身走了。 李英回到家,还有点浑浑噩噩的,他坐在客厅,大口喝了两大杯冰水,才让自己慢慢冷静下来。 灵灵去上学了,最近这段时间,李英已经想了很多次,灵灵到底是谁的孩子? 李英有些后悔了,当时不应该觉得赵强太严肃,不解风情,自己就和一起打牌的人混在一起,如今,后悔都晚了。 可是,就算赵强要的十万精神损失费,他有可能不给,但是六十五万的抚养费,怎么都逃不了啊,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? 他看着这个房子,就是用他给的抚养费,还有一些其他的钱,一点一点凑钱买的,因为买得早,花了差不多四十多万,现在如果卖了,怎么也能值个七十多万吧? 当年和赵强生气离婚后,刚开始他也花钱大手大脚,可是,后来他一个人带着孩子,有时候孩子生病都拿不出钱,只能又和赵强要,被他奚落,他就开始慢慢存钱。 他觉得租房子不长久,开始努力攒钱买房子,可是,他真的不愿意去打工,他没有学历,找不到什么好工作,太脏太累的又不愿意干,更不知道怎么挣钱了。 后来,他和好几个男的相处过,他们刚开始都答应好好的,离婚后和他结婚,可是最后竟然都骗了他,他特别生气,就想去找他们家闹,最后又都被他们哄住了。 反正就这样,赵强每月给他钱,再加上他这样攒的钱,他终于买了这一套房子。 可是,李英已经四十四岁了,他卖了这套房子,那他和玲玲怎么办,都没个容身之所了。 然而想起赵强因侧侧的表情,他就吓得不行,他宁可什么都没有,也不愿意整天胆战心经过日子。 他很想去找玲玲的亲生爸爸,可是那人他很多年没联系了,也不知道他在哪儿,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,他烦躁地走来走去。 突然,他下定了决心,他还是要把房子卖了,然后离开这里重新生活,以他这个岁数,找个退休的孤身老头,应该不成问题。 唯一纠结的就是玲玲,想起赵强从小特别宠着玲玲,以赵强的人品,应该会善待他吧,虽然他不喜欢赵强的性格,可是他又觉得赵强是个靠得住的人。 李英打听周围有没有买房子的人,也去了房产中介,就想把房子尽快卖了,价格还不能太低,他还想留一点钱傍身呢。 赵强等着开庭,一直没有出车,让搭档老黄很不满意,他只能笑着让他再坚持一下。 最后,法院判定他的六十五万抚养费,要求李英全部返还,而精神损失费只给了三万,赵强也同意了,毕竟他只想尽快了结这件事,让自己重新开始正常生活。 又过了半个月,赵强又出车了,而没过多久,李英把六十八万打到了他的账户,从此之后,他们没有一点点关系了。 可是,等他回到家里,才发现玲玲竟然在家里。 他震惊地,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反应,还是张琴说,老赵,玲玲来了,说李英让他来家里住一段时间。 赵强让张琴给玲玲安排一下,然后问,玲玲,你妈妈怎么说的? 她什么时候说的? 玲玲脸上有点冷,不过还是平静地说,半个月前,我周末回家,妈妈给了我一个月的生活费,说让我这个周末到这来过,她有些事,要出去一段时间。 赵强黑着脸给李英打电话,已经打不通了,给她发信息,被拉黑了。 她让玲玲先休息一会儿,自己出门赶紧去他们原来的房子,才知道已经被卖了。 李英运气不错,房子卖了七十五万,她给她转了六十八万,然后拿着剩下的七万消失了。 赵强气得脸色铁青,这个狠毒的女人,她竟然扔下正在上高中的女儿跑了,她还有一点点人性吗? 回到家,她只能对玲玲说,玲玲,你看你是想住校,还是住家里,反正家里离学校不远。 玲玲还是淡淡地说,爸,我还是住学校吧,周末回来。 赵强说,嗯,那也行,家里做好吃的,我让你弟弟给你送去。 玲玲答应了一声,回房间了,她和小妹住一个房间。 这时,赵强叹了一口气说,哎,真是苦了孩子了,怎么遇到这种不靠谱的妈呀? 张琴看着她说,老赵,到底怎么回事? 以后,玲玲住我们家吗? 赵强点了点头说,她把房子卖了,还了我的钱后,拿着剩下的几万块跑了,根本找不到。 张琴不敢置信地说,她怎么能这么做,孩子都高中了,再说,她明明知道玲玲不是你的孩子,还让她来我们家,万一我们不愿意养,那孩子怎么办? 赵强摇了摇头,她也搞不懂李英的想法呀,可是玲玲是她疼大的孩子,虽然现在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,可让她放任不管,她真的做不到。 她只能说,算了,这里面玲玲是最无辜的,就当我们多了一个孩子,好好供她读书吧,以后家里做好吃的,你就让儿子去喊她,或者给她送过去,在家里也不用对她太客气,自然相处就行了。 张琴说,好的,我会的,你别担心。 玲玲躺在床上,没一会儿竟然睡着了,其实她已经回过家了,知道房子被卖了,也知道妈妈不见了,妈妈走之前,只给她发了一条信息,让她跟着爸爸好好过日子,好好学习。 她赶紧打电话,已经打不通了,而她也知道自己不是爸爸亲生的,这让她还怎么跟着爸爸生活。 可是,除了爸爸家,她没有地方去,她不知道该找谁,她只能表面上庄的冷静,其实心里很怕地来到爸爸家。 她一直怕爸爸大声骂她,赶她出去。 如今这样,已经很好了,她可以住在这里,爸爸还让她好好学习。 她以后,一定要和张琴,弟弟妹妹好好相处,她就当自己真是爸爸的孩子。 赵强看到玲玲慢慢露出了笑容,和家里两个孩子相处融洽,她和张琴对视了一眼,都放心了。 她想,就当自己多了一个女儿吧,孩子已经够可怜了,只要孩子愿意,她愿意给她一个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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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